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庄子栋啊 说他肯定离不开乒乓球 但是庄子栋本身呢 这个人物又超越了乒乓球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了解并且关心庄子栋的人 肯定有几个问题一直在心头营绕 挥之不去 头一个问题就是呢 庄子栋曾经连续三次获得过世平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世平赛圣布莱德杯男子丹达奖杯永久复制品的拥有权 那么有人说这三次连续的冠军都是队友李佛容让的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让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庄子栋如何回归到乒乓界的主流 因为我们都知道庄子栋呢 和后来中国天洋球界的掌舵者徐恩生李佛容之间 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 那么这个隔膜是怎样一步一步化解开的呢 再有就是庄栋和他的第二个老婆 日本人左左目敦子有哪些传奇的婚姻恋爱经历 这都是关心庄栋的人尤其要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从乒乓球这点来说 庄栋栋对乒乓球呢 是有很大贡献的 我们先不说他的成绩 他的乒乓球理论里有一些东西啊 我们现在想想很有道理 比方庄栋栋提出他打球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庄栋栋大胆的以正反手起板抓住了星野的反手 使星野很少有机会正手抽上 被我国乒乓球爱好者出为小老虎的庄栋栋 经过艰苦的搏斗才赢得两局 这个理论就来自他的乒乓球实践 庄栋栋栋是两面弓打法 在那个年代呢 直排两面弓庄栋栋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因为当时呢两面弓也有不同 有大两面弓小王朝耀 也有中两面弓庄栋栋叫小两面弓 小两面弓这点呢 栋栋四倍小 在位进台 起板四倍快速 庄栋栋就讲他的理论 为什么使用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 他认为打平方球 你挥盘挥出去的这个过程 只有踢球的瞬间是有效 那么如果挥的远 或者挥完盘之后 往前拉出一块 这都属于舞蹈动作 你看着这样很漂亮 可其实真打球的过程 最接触球的一瞬间 你看打平方球 引盘都是从这 你才打球都是到这 从这开始引盘到这 多这么大 你看从引盘一控球 这一尺 三尺 回来又三尺 这就前路之末了 所以庄栋认为前面的动作 后面的动作 属于舞蹈动作 没有必要要 要快加速 快制动 快还原 为什么快还原 他说所谓的优势 就是你给对方的时间 留的比较短 给自己留的时间比较长 你只有通过这种快速 打着对手 措手莫及 同时你呢 快还原的时候呢 你自己拥有更多的 准备下一块的时间 我一看他们打就两百座 他们走的这两边之河 这么大 我打就是 我直线就过人 直线就打了 所以我走的是 两点之间 直线最软的路 他们走的这两边之河 大概第三边的路 这一半呢 有吃的亏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平常球国家队 活跃着各种打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其中 徐银生是球力雕端 张谢霖打球韧锦十足 李富荣以勇猛著称 而庄泽东的绝窍 则是快 使劲快打 见球就打 主动进攻 不防守 不推打 庄泽东独创的 中进台两面攻打法 其实经过了半个多世纪 到后来的刘国梁 王立琴 马尔德那样 在这个团林下 百分之九十八的冰击量 也依然在变中 所以庄泽东当时的这套理论呢 应该说对中国平常界 是有启发的 包括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强调 快速多变 凶狠的这个 球方球新时代呢 庄泽东理论呢 依然没有过时 也正是靠着他自己这种悟性 加上这个刻苦练习 庄泽东才获得了 如此多的好胜利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 第一个问题 他的三连贯 到底是不是让我 我们得现在把历史背景 跟大家介绍一下 1961年呢 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国际行李世界赛事 第26届 世界平方球景量赛 在北京一项 现在北京有个工人体育馆 很多朋友都去过 那个工人体育馆 当年就是为了 第26届世界赛 专门建的 因为在此之前 1959年 在德国多特蒙德 荣物团获得了新中国成立 第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荣物团这个世界冠军 极大的振奋了国人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在世界上可以说 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落后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如果能有一点上 能够突破出来 达到世界领先 就会对国民建设社会主义 产生巨大的新的影响 可以说 庄子栋 李富隆 徐一生 他们这代人身上 肩负着非常重的历史使命 而这种使命 早已经超越平方球的限量 在1961年 在这个背景之下 召开了这个第26届市平赛 当时呢 男子团体 我们获得了冠军 主力就是庄子栋 徐一生 当时还有荣博团 上场 那么到了男子单打的时候 一路事无破竹 庄栋和李富隆 这两半线就打出来了 当时呢 有一种人认为呢 就他俩会识之后 有些人认为呢 就说这个 应该是他们公平的党 谁又谁属无所谓 还有的人觉得呢 说庄子栋这个潜力更大 而且好像他外战成绩 两半公更好 假如他要是赢了 就有可能连续的获得冠军 因为当时国际平联规定 如果你连续三次 获得了士兵赛南端冠军 你就可以把那个杯子 永久的拿回去 你收藏 当时有人觉得 说庄栋权力更大 应该让他赢 像我们现在 比方说两个 中国队的成全竞争冠军赛 你打吧 谁输谁赢 反正你们自己 反正都是中国人的 可当年不是 即使这样 也都有一些 各种各样利益的考量 现在 乒乓球界的一些 元老界人物 回忆当年 也都部分的认同 确实是李富隆让球的 可是让球归让球 我们把话说回来 如果李富隆不让 他就一定能用招了动吗 那不一定 你别忘了招了动 还连续获得 三届全国锦票赛南端冠军 那可是货真价 是不是让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基本可以把这个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确实李富隆 即使他不让 他也不见得能赢招了动 我想这个结论呢 恐怕咱们电视机前 可能会有了解 当年的历史的乒乓球的元老 或者当年的历史见证人 或者后来 能够得到扎实证据的 新闻媒体人 我想这个结论 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中庸 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你像这个王浩 2004年 他输给金泽珠了 08年输给马林 12年输给张继科 如果按照以前 让球的论调的话 王浩老苦工高 早该给他一架奥运冠军了 在队友内部 但是我们也看到 王浩连续三次奥运回亚军 成为一个背景英雄 这说明我们现在 这时代进步了 队友之间的较量 已经不受其他意图的左右了 在赢得了第26届 世平赛男子丹打冠军后 庄泽东的战绩 势如破竹 凭借着高超的技法 和精湛的球技 还有接连拿下 27届 布拉格世平赛 和28届 卢布尔雅纳世平赛 男子丹打的冠军 最终在1973年 捧得了由国际平年授予的 圣布莱德杯